这种设计独特的绿水管 六年前由一个香港的发明家发明 但是就一直找不到合作伙伴 这条管特色就是说 它外面你见不到它有孔的 没有孔的 因为一个发明人 他对水的特性非常之理解 他知道其实水会透过模式管作用 以附着一些细孔 就算是向上爬都可以 所以他发明了这条管 就是利用了同样的原理 水在山或者斜坡的时候 它是会由下面的细孔走上去排水槽 水下来之后就会经过排水槽流走 但是沙石就不会上来 因为有地深吸力 变成这个管就不会塞 《羽动科技发展》就协助这个发明家 把产品发明专利权转让 还积极把它引入美国的市场 除了为香港发明家 推广自家研发的创新经验以外 《羽动科技发展》也专门为大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组合分析 授权以至买卖 那些企业今年都非常积极 希望能够提升产品的制数 例如说香港渴望在技术转移方面 发挥更积极的角色 协助外国公司把技术引进大陆的市场 中国本身都希望发展自己自主品牌的汽车 不少的自主品牌汽车做得不错 在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如果你说跟世界的技术领域相比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透过一些技术转移的方式 直接将它们的技术层面提升 就增加它们自主品牌车厂竞争力 由于香港对于国内的情况非常熟悉 在协助外国企业把现金的技术 引进大陆的时候 可以为双方提供顾问以及支援的服务 外国企业 直接比如在中国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预期跟我们交易的 都是一个大家上线技术级的公司 可能预期交给你 就可以了 你就自己可以take up了 但是各个情况就不是的 可能它需要很多的练习 顾问服务 支援 才可以take up 到个人的练习 比利希望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 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 帮助企业把专利权进一步商业化 香港SME我建议它就是说 首先会去寻找一些专业人的协助 比如说法律方面或者技术方面 甚至可能跟一些本地的科研机构 大学去加强一些合作 令到他们本身对科研专利方面的意识提高 理解了一个创新发明的过程会怎样呢 那个步骤应该怎样做呢 怎样能够保护到它的知识产权呢 他做了这些之后 可能下一步就要想一下 怎样可以将已经申请了或者已经受保护的知识产权 可以再去发芸光带了 香港其实老实说这方面的人才是比较少的 过去香港做科研做技术的人呢 虽然是有的 但如果真的拿去做商业化做新闻法呢 其实就不是说真的那么多 但其实香港这么多间大学里面的科技主研中心 其实这么多年来都培训了一些人才呢 起码对专利啦 对怎样利用商业的讨论 专门的商业 怎样去找一个合适的伙伴 都是有这个经验的 所以这个都需要时间去复制的 比利说 亚洲知识产权云上论坛 为业界提供交流的平台 也给予他们机会拓展业务 我觉得BIP是对这个IPtrading 这个topic是在香港来说有很大帮助 我们去年都有参加BIP forum 在去年到今年期间 其实都有数个香港的发明人 或者是公司都找我们帮忙 对提升他们对于资产权交易 这个概念有一定帮助